大家知道青藏高原是我们国家的生态安全屏障 是压着水塔 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西藏自治区坚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坚守生态安全底线 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主要有这么几个做法 一是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 自治区做出了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加快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等重大的部署 颁布实施了西藏自治区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等 十余部地方性的环保法规 自觉推动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地毯发展 二是健全生态保护制度 落实产业准入的负面清单 水资源管理 耕地红线和基本潮厂保护要求 严禁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项目 进入西藏 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 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 三是加强生态工程建设 实施两江四河流域造林工程 在有条件的地方消除无数户 无数村 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加强重点地区水土流失 沙化土地和退化湿地的治理 实施退耕环林 退木环草 人工种草等工程 全面推进绿色清洁生产 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发展生态经济 碳毁经济 谈到经验分享 我个人体会 在千百年来 我们西藏人民在世界的屋脊 清藏高原 形成了敬畏自然 尊重自然 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 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又十分强调 在清藏高原 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并且把保护生态环境 作为西藏工作的四件大事之一 因此简单说吧 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 珍视优良传统 服务国家大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